这后来逐渐大了 因为包括到曲团学员班 老师给我们上课分析人物 才知道哦是这么回事 太平歌词的华容道怎么唱 晶韵大鼓的怎么表现 西河大鼓的怎么表现 京剧什么地方戏 怎么唱观光怎么唱曹操 都充实进来才是在舞台上 我们能呈现出来的 有了内涵 你比如华容道 华容道京剧舞台上我也唱 是吗 但是台下其实我很熟 太平歌词也有 古曲小调三国五更都有 晶韵大鼓 晶韵大鼓也有三国段 晶韵大鼓我更熟了 那怎么着 您得唱唱这个 晶韵大鼓的华容道 这个晶韵大鼓呢 我算是家传 怎么叫家传呢 因为我媳妇是唱大鼓的 打那传下来的 这算是吧 不算是 他老让我学这段 他也是望子成龙啊 好点 您就太客气了 不客气啊 晶韵大鼓流派唱这个 大小学 现在我想了 万一要是 哪句我要忘了 文瓜掉字 我就假装一咳嗽 你们就鼓掌 咱们就折过去了 刚才这就是晶韵大鼓 这唱完了 没唱 望前行 猛听得 咕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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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三圣炮 镇的第一栋 山有摇 名亏两家人人勇 剪剪刀枪 放光好 二郎们一个个的 胸四虎 好色天神将就削 悄悄剪 五百小刀手 手部一根打起 空中摇 摇望黑白二远将 将中主帅 八尺刀 高带着仨尽尘尘心夹 夹雷套 套酒骨 骨铜镜方光 好好带着昆吴家 这不剑子弄巧招 这不一口冷眼锯 道青龙龙吞口 七竹拱一宝宝 刀上挂金 轰轰轰一声响 神鬼都怕敲 好 这就是打小就唱 太熟了 都不用刀墓词 睡着了 他也能唱得出来 顺嘴流 流派 西河大鼓 西河我也学过 西河 我那个曹操关羽 听着就比这个 精韵的呢 稍微绵一点 怎么叫绵一点 因为他精韵大鼓 精字精音 代表经潮的东西 西河大鼓 发源于河北省 这个河间地区 它乡土气息更浓一学 它什么味儿 曹梦的河北省的河北省 若听此言 主泪调 口尊声听后 西听更妙 想当年吞吐山香草 约三世所因畏 而为荒扫无处铸招 三日一硝烟 张辽把你陪伴 吴天一大眼 巨师我草 官方你喊手听后 绝路可不小 有马步中三军啊 咯咯咯咯让你跳 那一点不绕 斩颜两珠问愁 本想我也知道 那世界你不二将错杀了 大刀一举人头雕 奎盈里边有书 请您到这儿调起 用目观瞧 自从知道 荒树的信 一二三次你刺过我草 刮阴风机 草谋我不闹 宋行赶本把灵瞧 八零桥刺你三杯 渐行酒欢有一间大红袍 红袍不论之前多少 我的手听后 千不该晚不该 醉不该 冷艳巨青龙刀 你挑了我的大红袍 好 西河大红 又一个味儿了 对就不一样 你听着感觉就不是特别一样 是 京剧就差的更多了 京剧舞台上管这个 官宫不叫官宫 他叫 官老爷 叫老爷了 这么些年载不知道老了是谁 没有 京剧舞台上的官老爷 那是按神仙那么对待 是啊 搓红脸 点雾子 后台 现在请一张官地码 有一张符 烧完了之后 这灰 搁在脑瓜上面 勒在网子里边 后台画完这大红脸 在嘴上打一叉 这是 不让胡说了 到今天后台唱官宫的 办完了戏 这画一叉 没有人过去聊天的 不说话 不想说像后台 余老师 叮啦叹啦叹啦叹啦 允许 京剧后台 这老爷办好了戏 往这一坐 闭着眼 也没人跟你说话 此时你就是神仙 到了舞台上的官老爷 你看吧 我说一站 不管什么姿势的 那眼老是闭着 民间传说 官老爷睁眼要杀人呢 对 所以说官公永远这样 带着这五柳 老是这样 密封领 台不能全闭上 这摔着也是事 掉台下去 老是很大气 华容道那个老爷 往这一站 曹蒙的 兴得要徐徐道道 知其的 官媒战的路上 没少官品 就将一身叫 为父眼来庭恩庙 快将大阵 安排好 叫他来来来 时宜时轻的龙巴大 清藏 一 一 大 好 真有气势 你会觉得 就是神仙 就是神仙 官老爷 地方戏也唱这个华容道 是吗 官老爷 咱实话实说 粗糙了一点 就不那么严谨 我看过好多地方戏 什么呀 你比如说 我看过河南帮子 玉剧 河南还不是专业院团 就拿民间的小班唱 官老爷 看着个漫画似的 什么叫漫画似的 什么都敢唱 那您得学一学 那华容道 官公网站一站 这姿势 差开得也大 这站着槽子 这官老爷 我记得词是 人言曹操多尖角 奸诈狡猾 人言曹操多尖角 我粘在当年的九股脚 你说你是成乡道 我看你就是个老仨吗 什么词 摆开一次长舌道 摆开一次长舌道 是 钢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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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 认识此真 我放你头 你说认识你就碰 你要是不认你啊 刀举起来 进场 我把你切碎了 我把你切碎了 好家伙 官老爷是厨子 切碎切片 你要认识你就跑 你要不认识我把你切碎了 但是人家当地演出老乡们也爱看 也挺好听 你这个玩意儿 每个人心中的官老爷和三国都不一样 是 乡土气息 农老百姓一样能接受 对 存在就是他的道理 没错 但是这么些年来 我看来看去 就是平剧不适合唱官老爷的戏 平剧为什么不适合唱老爷戏呢 九十年代初说相不挣钱 我唱过三年的戏 京剧平剧河北帮子 搭小班 小班就是老艺人 然后专业院团偷着跑出来演员 戏校老师 我们大伙在一块租一堂服装 出去给人唱戏去 超肥挣钱 什么叫庙会了 村支书家办喜事了 才主聘闺女啊 搭个台我们就干这个 唱戏 我唱了三年 是 平戏老平戏 我能唱了一二百出 但是没有过唱官公的戏 没有老爷戏吗 因为像乐剧啊 平剧这种剧目 他适合唱财子家人 爱情生活的故事 官老爷搁在这儿太软 怎么太软 这照样好听 你看比如说 不管是帮子 还是什么京剧 老爷上来什么导板 吹枪 波子 地方戏的大肩板 他都适合激烈的状态 平戏就来个 这个版式就不合适 是吗 真是平戏要真唱一官老爷 那就得打吊 打吊 平戏最常用的版式 也画一红脸 也画一红脸 那不一样吗 乃手绢得站那儿 那是 平戏的官老爷们 他妹呀 妹 站那儿等曹子是吧 喝曹嘛 来了没有啊 就不嗑着点瓜子了吧 听那边 听那大肩子响 听那大肩子响 吵着打猎了 看大师来的 听那大肩 听那大肩 快来吧 观屏 周仓 得搭个架子 齐富旺 曹操大肩 来了 别的句种 就是 肩板吧 帮子什么呢 倒平戏 就得是搭调 搭调什么 曹操大肩 挡得里肩 堂 可说是曹操啊 曹操 狗奸泽 你也有今天 你转 不要脸地呀 后边就得唱 楼上楼 怎么唱 曹梦 得你这狗奸贼 睁眼看看 我是谁 上其天子 篡军围 下压着 三宫六院 娘娘和偏非 你不该 逼我大哥 无路退在那 新叶 凡城走了一回 大荒嫂 命上的苦境内 当杨桥 遇见我的兄弟 猛张飞 今日里相逢 花荣道内 咱们新仇 就很算一回 欠我一生 还八斗 欠了我的王八 还了我的鬼 狠狠心肠 杀死了你 也免得到将来 吃了你的亏 黯过琴 您唱这是姥爷呀 这是旧吗呀 点关注 不迷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